有些長得很像剪刀 有這樣子圓圈圈的迷老鼠頭的東西 有的時候它只是叫一隻普通的剪刀來剪線的時候 它會直接叫嘎兜 為什麼一定要人家的地不是為了很大牌 我想開刀房它其實是一個很專業很嚴肅的場合 那我們通常可以把裡面的人員分成兩個大部分 就是手術團隊跟麻醉團隊兩個團隊 麻醉團隊的話通常都會含有一位麻醉殼醫師 再搭配一個麻醉殼護士 那他們的職責是保護病人在麻醉當中的安全 因為病人在睡著的過程之中不是只有睡著 他的血壓 他的心跳 可能血氧濃度都會有一些些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的監控跟藥物上面的微調是很重要的 因為手術畢竟是身體上面的一個壓力 它可能會有些生命跡象改變的狀況 永遠都還是要準備有可能會有緊急狀況 會需要急救或者會需要就是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這個時候有把這個醫生跟護士在這裡把關 就是會增加我們手術當中病人的安全度 那手術團隊的話通常成員都會包含一位外科醫師 那可能會包含一位外科的助手 這位助手可能是醫師也可能是護士 刀台上還有另外一位是刷手護士 所謂刷手就是他上到刀台上 然後手是不能夠染污的 這三位人員我們剛剛敘述的是固定在刀台上 然後在我們開刀的視野當中 就是負責進行手術的部分 那其中可能會有一到兩位的流動護士 只是他不會上到刀台上面 他會是在開刀房的那個開放空間裡面 做麻醉殼跟手術團隊當中的協調 他會做一個病人身份的核對 然後在病人睡著之前 確認病人的病史過敏史 以及他的身份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進入外科這個領域其實每一支器械 他都有自己的名字 每一個外科醫師他人生之中的第一個學習 就要了解每支器械的名字 那對民眾來講 大家可能覺得外科醫師就是動刀嘛 事實上我們用比較多的 可能不是刀而是剪刀 那光是刀的話 通常我們使用的 除了一般我們印象中 手術當中的手術刀之外 最常使用的其中一個是電燒刀 那電燒刀它通常都會有一個 就是看起來像是一個塑膠介面的一個連接器 然後它會連接到一台機器上面 最主要這個實用上面是做切割止寫的動作 那除此之外的話還有剪刀 那剪刀除了大家覺得分長短的以外 它還有各種不同的頭 有尖頭跟普通的頭這樣子 其他的器械方面有一些長得很像剪刀 有這樣子圓圈圈的迷老鼠頭的東西 其實它不是剪刀啊 像這個是我們外科醫師的好朋友 它是持針器 那持針器的重點是 你切割了以後一定要做縫合 那縫合的時候我們不是用手直接直針縫 我們會用彎針 然後用持針器持著這個針去做縫合的動作 有長短的差別是因為傷口有深跟有淺 淺的時候我們就是用短的直針針器 那深的地方我們會用長的持針器 所以用途會在不同的地方 右手拿持針器或者是刀或者是剪刀 左手一定要有一個抓組織的東西 那就會用到我們的鑷子 那每種鑷子也是會有不一樣 我們會有長鑷子跟短鑷子 但長鑷子短鑷子之外 每一隻鑷子的長相跟名字也都不一樣 那鑷子有分是尖頭的或是平頭的 那這個對組織的傷害都不一樣 那也會用在不同的地方 除此之外的話還有就是夾子 那夾子很重要的地方是 這個夾子除了可以夾組織 跟我們手術當中的視野做配合之外 它最主要是出血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夾住血管止血的動作 所以雖然長得很像剪刀 但它不是剪刀 它是一隻夾子 那夾子當然有自己的名字 像我們手中的這隻 我們常常使用的我們叫做Pian 除此之外 大家如果看過伊隆的話 就會聽到說 他們有時候會叫那個器械的名字 那因為發明器械的人 很多都是德國的或者是英美的人士 所以他們會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 像常常會聽到我們叫一個Mets Mets是什麼東西 它是Metsenbong 它其實是一隻剪刀的名字 就是我手上在把剪刀 它其實是組織剪 這每一隻器械 我們了解它的名字之後 在器械台上 有的時候如果大手術 我們就會藉由外科醫師 叫這個器械來 有刷手護士 遞到我們的手上 為什麼一定要人家遞 不是為了很大牌 是因為你在手術的時候 你會專注在手術的視野當中 你沒有辦法回頭去挑選你的器械 所以你叫了器械之後 人家遞給你 就可以直接不間斷的在手術的視野之中做動作 比較特別的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是傳承於日式的教育 所以我們在刀台上面的老先生 就是我們的老老師 大概都是日式教育傳承下來的 他們會講台語 所以在刀台上常常都是台語 跟英文交雜 比較少聽到國語 所以你聽到他們交雜 他們通常都不會說 就是除了器械的名字之外 有的時候他只是叫一隻普通的剪刀 來剪線的時候 他會直接叫嘎刀 然後叫那個刀子來的時候 他也不會用英文的 或者是中文的刀 他會直接叫嘎刀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台灣比較特別的地方 有很多人會強調正壓 或者是無菌這個部分 講的都是感染上面的感控 手術本身的視野 必須是一個無菌的 那除非你是在真空的環境裡面 你很難完全保持這個環境跟空氣裡面 是完全無菌的 那正壓的環境其實 他要強調的並不是什麼 就是壓力的問題 他強調的是 細菌的菌落素被控制 大概就是控制在我們 可以被控制的 低菌落素的範圍內 刷手台是更重要的一環是 刷手台上所有的器械 都必須經過高溫高壓的消毒跟滅菌 每一個上刀台的人員 也需要穿戴無菌的手術衣跟手術手套 這樣子才能夠保持 這個手術視野裡面的菌落量 在最低的樹木 手術之後病人感染率才會因為這樣低 因為手術當中的照明是 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部分 如果手術的範圍大的話 它一定會有照明上的死角 那無影燈它其實是一個組合式的光源 它可以在四面八方的燈聚焦的狀況之下 把我們在手術當中拿器械的手或器械本身的陰影降到最低 所以你沒有陰影就沒有死角 在手術當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一例手術進行